本实例程序的Loop函数中 先通过GetGyroValues和GetAngles函数 把NPU6050实测的俯仰角和摇晃角获得 并分别保存在InputPitch和InputRow中 对着两个角度进行相关的限制和重新映射操作后 得到范围是正负45度的俯仰角Pitch变量和摇晃角Row变量 先读取两个按钮开关的状态 并调用Draw Instruments重绘液晶屏上的转向仪和地平仪 如果左按钮开关按下 模拟增加飞机的推进力 飞机加速 每次增加20 IF语句判断如果速度超过300 扬声器发出提示音 表示此时速度达到起飞时所需的数值 此时如果把Clible C6的头抬起 相当于拉起飞机 于是飞机起飞离开地面 高度值Attitude Value会按俯仰角Pitch的数值增加 起飞后 如果释放左按钮开关 相当于丢掉油门 如果此时飞机机头朝上 则飞机速度减小 高度降低 如果飞机机头朝下 相当于俯冲 则飞机速度增加 接下来是几个判断报警的条件 当摇晃脚超过正负30度的范围报警 当起飞后 速度低于300或高于800报警 当起飞后 高度高于400或低于100报警 最后 当起飞后高度变成0 说明坠机 则调用坠机函数Crash 在液晶屏上提示坠机 最后 调用meters函数 把实时的摇晃脚 浮央角 速度值 高度值 都在液晶屏上绘制出来 其中 摇晃脚用一个白线与水平线的夹角来指示 浮央角由一个黄色三角形 在地平线附近上下移动来指示 速度值和高度值都显示在液晶屏右下方